果然听见皇后 一心护着自己的女儿 想把您的横体长公主 远嫁到蒙古去 皇后在意自己的女儿 却浑然不在意哀家的女儿吗 人心都是肉长的 谁的女儿谁疼 你是个有孝心的 哀家知道 之前 哀家让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 这次你倒是上赶着自己做事 臣妾也有过自己的孩子 怎会不知太后心疼女儿的心情 臣妾一心想为太后您分忧 很懂事 臣妾就奇怪了 皇后本来病得起不来身 怎么说好就好了呢 皇后这哪是好啊 怕是用药 调着秦妾 那 何敬公主真要远嫁 皇后 她哪受得住这般伤心错磨呀 皇后是无助 哀家就受得住啊 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了 母亲 庆常在和淑品强夺了 淑品一心都在皇帝身上 不大会为挨家的事开口 可是 横体远嫁是件大事 不管皇帝怎么想 一定要跟乐钦他们说 大臣们一定要反对 反对到底 是 和淑公主性子颇傲 远嫁蒙古魔力性情挺好 她不是老是自诩为嫡出公主吗 那就该让她尽进嫡公主的职责 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自欠安 未能成婚定性 以示礼数不周 那还感受皇娘的东西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风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瞧瞧 这几颗珍珠颗柯柯圆润 哀家知道你节俭捡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作给她添嫁妆吧 来 福家 来 皇后娘娘 巧了 巧了 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 最为珍贵 如今 横提长公主 要许家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横提妹妹的装帘增色 茶水凉了 福家 换杯热的 是 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 比起那些庶妹 这位嫡公主 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景色自己 不也总以嫡出自许 且早早就被封了 顾伦和静公主 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 自然是她嫁与克尔沁部 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她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念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 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 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克尔沁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重 这不现成 有横提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佑 横提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嫁 在考虑晚辈的婚事 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额娘 永从心伤 景色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横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横提妹妹 嫁去克尔庆部 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 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横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彪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吉夕 横提妹妹 已经到了彪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真是不义啊 当年那么多波折 差点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妇禁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成了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子无女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便只有横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利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皇阿娘的夸奖 微臣见过太后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惊疾虑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阿娘 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你儿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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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